大家好,我是陳漢祖博士 我是馬來西亞聖經神學院的研究學者 平日最喜歡探討一些信仰話題 上次我們說了初信成長一大堆疑問 今次我們就會看看基督徒的價值觀 以及如何面對各種情緒 好好和人相處 讓我和大家繼續Back to the Bible 對信仰有一個正確和清晰的觀念 C Him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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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 Lgorod 2021め 크�했다 seostent 基督徒如何勝過疾道和比較的心 我不覺得道記人有甚麼問題 對, 雖然我妒忌小榮比我大 妒忌David運動細胞, 好的 妒忌Albert的IQ, 高我, 少許 但這些是我向上拍的動力 有什麼問題? 其實疾度是一個很危險的情緒 人因為疾度可以做出很多可怕的事情 在創世紀第四章 記載了該人和牙白的事 該人就是因為疾度 這個牙白因為上帝起悦牙白的貢物 不起悦牙自己的貢物 那個人就疾度自己的親生弟弟 將他殺死了 人類歷史上的第一個兒子 成為了殺人犯是因為疾度 創世紀也記載了有十兄弟 他們因為疾度自己的弟弟藥室 得到爸爸的寵愛 他們就將他賣成為奴隸 你看人因為疾度 可以做出很多恐怖可怕的事情 針言十四章三十節 疾度是骨中的扭爛 就像我們身體裡有一塊腐爛了的肉 如果你不處理它 它只會越來越嚴重 帶來越大的破壞 甚至乎蔓延全身 所以疾度一定要處理 從小到大 隔壁屋的華仔 比我更厲害 比我更英俊 考試也比我更好 我拿第二句就拿第一句 現在我讀博士寫論文 他又讀博士寫論文 他的論文就拿研究大獎 我就拿安慰獎 我一生的努力都白費了 其實你的情況 好像舊約的蘇羅王 蘇羅王是以色列的第一個王 他擁有權力、地位、金錢 但有一次他打仗回來的時候 他聽到那些人唱 蘇羅殺死千千 大衛殺死蠻蠻 他聽到之後他就很生氣 原來那些人稱讚大衛 說大衛很厲害 甚至乎比蘇羅更厲害 蘇羅就疾到大衛 從那天開始 他就沒辦法再享受他自己的成就 他沒辦法再感恩 他就覺得他需要除去這個大衛 他就覺得大衛是眼中釘 從那天開始 蘇羅就沒辦法去欣賞自己 疾到令我們失去了 對自己所擁有的一切的感恩 反而將我們的眼光 只是放在我們所沒有的 和別人的比較 其實是很愚蠢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世界所有疾度 比較的問題 都是上帝一手造成的 如果去創造這個世界 每一個人都好像我那麼英俊 那就甚麼問題都沒有 是吧 你試想想 如果這個世界每一個人都是一模一樣的 每一種植物都是同一種顏色 這個世界豈不是很沒趣 很多時候我們想變成人家的樣子 或者擁有別人的事是因為我們自卑 我們不接受上帝對我們的創造 詩篇139篇 大衛曾經這樣說 他說我受造奇妙可為 我們每一個人比上帝創造 都是奇妙的 都是獨一無二的 在上帝的眼中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最特別 最寶貴的 所以我們不需要變成人家 我們只需要做回我們自己 欣賞我們自己 接受上帝對我們的創造 聖經說要看別人比自己強 一個基督徒的屬靈為人 一定有一個特質 他就是要看自己 好像地底泥一樣 完全沒有價值 甚麼都比不上他們 只有這樣的心境 才會達到基督徒的最高境界 肥立比書第二章第三節說 只要全心謙卑 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其實他的意思是要我們學習謙卑 去欣賞人 但是不是自卑 有一個牧師說得很好 他說 謙卑是看別人比自己強 但是自卑是看自己比別人差 謙卑的焦點是在別人身上 去欣賞人 但是自卑的焦點是在自己身上 他覺得自己比不上別人 耶穌基督給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耶穌基督他是神 但是他來到世上的時候 他是一個謙卑的人 耶穌基督很清楚知道自己是神 他有神的地位 所以他沒有自卑 但是耶穌卻願意謙卑的服侍人 聖經說 我們要以耶穌基督的心為心 要學習耶穌的榜樣 有一個謙卑的態度 其實每一年我最怕過的節日 就是新年 一家人聚在一起的時候 親戚朋友就會拿我跟三姑的兒子比較 跟六婆的女兒比較 又說他們比我賺錢 房子比我大 車比我漂亮 連狗也比我大 你說我做人有甚麼意思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疾度比較 是因為我們太在意別人對我們的評價 我們沒有留意到上帝對我們人生的美好的計劃 耶穌米書第一章第五節 上帝說 我未將你做在福中 我已曉得你 上帝對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 都有一個美好的計劃 有一位報道家 力克 他一出生的時候 是無手無腳 只有一個很小的腳板 這樣的人在社會上 好像是沒有希望的 力克也曾經想過要結束自己的生命 但後來他接受了上帝對他的創造 他願意信復上帝的帶領 他就成為了影響世界的報道家 他祝福了很多人 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 他的生命本身成為了人家的祝福 所以我們的人生 最重要的不是人家怎麼看我們 最重要的是上帝怎麼看我們 我們沒有完成上帝對我們人生的美好計劃 在這個狗眼汗人底 細尼眼、八甲眼充滿的社會 你怎麼可能沒有比較和疾度 其實要勝過疾度和比較 最重要的是我們自己需要一個感恩的心 有一個牧師說得很好 他說如果每一個基督徒 每一天都能夠花時間 找十件事來感謝上帝 感恩上帝為我們所做的事情 這個人就會開心很多 如果我們有感恩的心 我們就不會想上去和別人比較 一個人有感恩的心 就會活得更開心 羅馬書十二章三節 我憑著所賜我的恩 對你們各人說 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 看得合乎中道 上帝要我們看自己是合乎中道的 我們的價值不在於和別人的比較 不在於別人的評價 因為我們的價值早已在上帝創造我們的時候 已經確實了 上帝看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寶貴 都是獨特的 袁聖靈今天幫助我們明白這個道理 付出一個開心、肯定自己的人生 科學人玩的 需要哪些希望 下廷 請多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